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远程蚕食官 那之前有很多云蚕食官跟我说 想要看我们做一期猫砂的测评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来测评几款猫砂 在此声明本期所有的涉及的产品 都是我个人自费绝对没有任何广告成分 海洋魔力蓬润土 28块钱 然后这一大包是十几斤吧 很重,非常重 然后它是蓬润土的 不过这一次的蓬润土 当然不止海洋魔力球一款 还有一款是克莱尔的蓬润土 克莱尔蓬润土也很贵 可以说比蓝钻还要贵 就是这么小的一包 说是什么爽生粉味道的 我们一会儿可以来试一下 这是12斤7两 然后是118块钱 它本身比蓝钻还要贵40%左右 接下来来说的就是玉米猫砂 加菲玉米砂 它并不是我们平时见到的那种玉米的调砂 它真的就是玉米研磨颗粒吗 10磅,大概有9斤 然后我买的价格是129 可以说比大米和面粉都要贵了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下N1猫砂 我们家有两款 一款是最原始那种白色的绿茶调砂 另一款是N1最近新出的水蜜桃的 原版的这种白色的调砂 调一调的 这个就是水蜜桃味道的另一款 这一款我们家已经在用了 我这里有一瓶苹果粗 我一会儿会把苹果粗兑上水 然后我们来测评它的凝结程度的同时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趣味功能 是不是真的OK 这个海洋球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 一粒一粒的颗粒 在我以前用蓬润土猫砂的时候 倒出来它真的会有很强的阳尘 我刚才倒出来的时候 我没有感受到阳尘 可是我在抓它的时候 其实我的手是有变白 所以它肯定是有一定的粉尘在里面的 其实猫是最喜欢蓬润土猫砂的了 昂贵的克莱尔猫砂 就很像很多的石子 然后把它搓得细碎 搓到很细碎 OK 然后我们来尝试 我们把克莱猫砂 这只猫已经疯了 我觉得谁要谁拿走吧 非常细 然后也没有什么阳尘 我这样抓的话 手上几乎没有粉尘 但你看它会粘到猫的头上 它真的会粘到猫咪头上 毛上 我给你们感受一下它这一身 它这个猫砂的样子就是很细 非常细 加微猫 玉米砂 标榜的是 幼猫可以用 可能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玉米成分 所以猫咪吃进肚子里是不会有什么对身体有害的成分吧 然后没有任何粉尘在手上 这两款细的猫砂我们放到了一起 哇 蓬润土刚才阳尘了 但是它毕竟是28块钱的猫砂 就是你倒猫砂的时候 千万不要像刚才我这样倒猫砂 然后猫在旁边 它会把猫砂里的粉尘全部吸进去 我们现在来测试它们的 我这里准备了一杯水 苹果醋 已经有了很重的苹果醋味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杯水 倒进去 这一点倒在这里 都已经开始结团了 在我刚才倒的过程中 蓬润土里却它不会到处溅 然后这个鲤毛砂会流动 克莱尔 帮硬啊 还有克莱尔本身的爽生粉味 我觉得它的除臭效果还OK 然后哇 玉米沙已经结成了这样 更是帮硬 有一种醋酸加上玉米的味道 还挺牛逼的 它结到已经粘在底下 我觉得 除臭效果还是蛮好的 然后结团还OK 最后我们来喊一下 N1 没有任何的酸的气味 都是它的水里桃的后期的味道 然后它的结团效果 我觉得没有这两个好 因为它本身颗粒大 它不会结到完完全全的定型 它周围会有一些散掉的 可是我认为OK 反正我们家也是就用N1 不OK也OK了 接下来我们来测评一下它的 它可能也可以被水一点点冲走吧 等它慢慢化开 然后 我们的N1毛沙 你可以看到底下 N1毛沙已经在下沉 然后一点点溶解 你看它已经开始起泡泡了 因为我用了N1毛沙 我就直接把它扔到厕所里的 也没有堵过 你看 看到没 看到溶解的人 两个都溶 两个都可以冲下去 小猫好像也比较喜欢N1毛沙了 小猫比较喜欢这种颗粒很小的 就给它们感觉很爽 但是太贵了 我买不起 首先我们猫沙测评的动作已经完成了 从这个猫沙的成型程度 两款同仁图包 或两款玉米猫沙的成型都是很OK的 给大家建议就是 如果在你经济条件OK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买棚人图猫沙 因为它的颗粒大硬度大 会附着在猫咪的脚谱和脚毛上 在猫咪运动的过程中 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对猫咪是一种伤害 如果经济条件还不OK的情况下 你可以买棚人图猫沙 这个不是一个被拒绝的事情 你买棚人图猫沙的话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猫咪在上完厕所 它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 你要检查它的四个脚谱 如果有连带猫沙的情况 请帮它摘掉 如果猫沙已经粘在脚毛上 一定不要让猫咪的身体 任何一个部位连带猫沙 因为这个会是它们的一个隐形炸弹 可以看一下 它们脚底板肯定会沾上 是一定会沾上的 所以像这种大颗粒的 如果可以不用的话就不要用了 我觉得 然后从猫沙本身的气味来说 它们其实就是用猫沙本身的气味 去掩盖已有的气味 那首先这四款猫沙都没有过度的香气 因为如果猫沙有过度的香气的话 是对猫咪本身不好的 对猫咪的嗅觉不好 猫咪不能吸入大量的粉尘 过度的香气 玉米沙就是玉米面的味道 克莱尔的彭论图 就是宝宝爽身粉的味道 N1的猫沙 我这个水蜜桃的 就是点点的水蜜桃香气 N1的绿茶猫沙有一种奶香 它们会去吃它 但是没有关系 它是可食用的 当然尽量不要让小猫去吃它 OK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评论转发关注点赞 如果对我们还有一些什么问题 或者期待下一期想要看到什么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告诉我们 似乎有个大屁股 这是丢丢 好 地上 我刚才从卫生间收拾完出来 然后发现他们都还蛮喜欢这个猫砂的 所以那今天测评的猫砂有限 因为我所了解的猫砂不多 所以我带来了这几款猫砂 希望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因为狗胜现在怀孕了 如果它的宝宝出生的话 我可能会给它们使用那个嘉飞猫的玉米砂 因为它你看非常稀疏 很健康然后容易水 然后猫咪宝兵用的话应该是OK的